口罩供不應求 由港大深圳醫院發起的團隊教市民自製口罩 或可以達到外科口罩九成以上的效果 專家強調自製口罩只是在沒有外科口罩用時作緩衝 要去診所等公危地點仍然要戴合規格的口罩 坊間一罩難求 市民唯有自己想辦法 包括用酒精和鹼液等 清洗和重用外科口罩 但港大深圳醫院、燒委會 應用科技研究院、科技園和城大成立的工作小組 通過實驗發現 這樣做會影響口罩的防水和過濾效能 失去防護作用 那可以怎樣做呢? 專家建議可以DIY自製口罩 先用兩張不同的鴨花廚房紙 加將袋裝喉紙巾作為貼面內層 剪一半再用膠紙貼好兩邊並打孔 在備涼位加包膠的鐵線 再穿長度可以令口罩貼面的橡筋繩 展開透明膠文件套 用文件夾夾在眼鏡框 以阻擋飛沫 做法參考了醫護口罩 可以免層防水、中層過濾、底層吸水 研究團隊也發現用來過濾的廚房紙 結構和外科口罩相似 特別是它的纖維之間的闊度 我們量度了就是那個闊度是很像的 就用這個鹽水製造出來的一些 不同大小的氣用微膠粒 就是由20nm去到200nm 北禍工作小組也強調 如果去醫院、診所等的高危地點 或者有病徵的時候 應該盡量佩戴合規格的口罩 而我們這個DIY的用途 就純粹我們叫做頂著當 譬如你去到街買買菜 又或者是想到自己的屋苑那裏 搭升降機 做一些很簡單的活動 又或者是一些很短距離的交通 自製口罩戴上一段時間 或者內層的紙巾濕了就要換 用過的膠片也要消毒 消委會建議 如果家裡沒有眼鏡或膠片的人 可以用遮到全面的太陽帽代替 無線電視機在鄧潔營報導 那些公司的公司 並且以後 我會不應該 臨時的公司 我們要留意 我們要留意 我覺得